大家好,今天是苏小和批评书 感谢习主席,感谢一尊同志 我每天都有笑话,每天都有特别可乐的事情 也给我这个讲视频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素材 今儿在讲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 真的,就是中国的科学家 终于有赶来一条大的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 什么呢? 直接可以从空气中把空气直接变成馒头 这是比较形象的说法 它的标准的科学的说法是什么呢? 跟大家看看 我国的科学家突破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 这一突破对当下就未来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会拯救全人类 所以有人就哈哈大笑 说这是一个颠覆性的科技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以后喝西北风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因为淀粉这个东西可以满足你吗?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新科技 西北风秒变馒头 馒头这是不馒头 麦子作为淀粉吗?是不是? 西北风秒变馒头 以后是不是喝西北风要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生活 所以这个说什么?这是我国的科学家在这个领域的第二次巅峰行之的突破 合成的可食淀粉这种非常复杂的有机物 它是我们粮食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次是什么呢?是这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 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人工合成接近牛胰岛素 我不懂的啊 中国科学家又在人工合成淀粉方面取得重大的颠覆性的原创性的突破 这个一般人听不懂啊 有人就解释了是这么个意思啊 说我们从题目中可以看到啊 这个合成的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不使用细胞 因为在自然界中啊 用细胞是可以从二氧化碳中合成淀粉的 但是你知道只要你用细胞 你就一定会顺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科学的尝试 就这个人类社会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生长 它都是因为有什么?有光合作用 太阳照耀大地啊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 日头照山脉也照河流啊 照稻谷也照玉米 所以呢会有一个著名的光合作用 也就是说光合作用这个东西 它有两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是人体的细胞 生命的细胞 第二个是什么呢?太阳的光芒 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在这两个东西都不是人能够搞定的 所以呢你离开了太阳 离开了细胞啊 所有的淀粉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中国科学家不care这些东西 中国科学家有颠覆性的突破 它说但是光合作用的问题是什么呢? 必须要有液滤体的细胞生物才能完成 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生物来说 这就是植物以及部分的动物 所以要求是非常的多 而这次研究的颠覆性的突破就是什么呢? 纯工业的在实验室就可以搞定 这个还画了一个路线图 然后他解释了一下 第一是什么呢? 首先将二氧化碳的用无机催化剂 还原为甲醇 然后甲醇被转换成三碳 然后三碳合成六碳 完了以后最后就合成淀粉 这么个意思 所以空气秒变淀粉 在实验室就可以搞定 以后中国农民不要种地了 以后中国人也不需要阳光了 以后中国人也不需要细胞了 就这么搞定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你特别容易被蒙圈进的时候 觉得中国科学家太牛了 怎么还有这么高超的技术 颠覆性世界原创性的技术 但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一句老话 就是同一个错误 同一个笑话 第一次好笑 第二次就不好笑 第三次就是什么呢? 第三次就是作死 是吧 现在中国的这些事情 已经第三次了 这会是作死 话怎么说呢? 有人就翻出当年前学森老师的 这个著名的文章 粮食亡产量会有多少 它里面也写的是特别懵然 当时毛泽东 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信了 他怎么说的 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 我们重问一下 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 土地所能产出的粮食产量 到顶了吗? 还远的很了 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啊 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风产的成绩 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的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 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的 要比现在的风产量高出很多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 把每年射到一抹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 以利用的部分 而植物利用这些个太阳光能 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 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 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果子 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 那么粮麦每年的亩产量 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者3000多斤 而是2000多斤的20倍 知道吧 这话说的那些全先生作为一个科学家 说的有模有样的 你要是活在当时 这些文章是1958年6月16号 登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 58年你看到没有 刚开始闹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所以说你如果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一个灰人字的一个人 你一定会相信这句话 一定会相信钱学生的文章 他说的多好啊 太阳光能 是吧 而且你会 刚才我念了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颠覆性的突破 空气直接变馒头 和那个时候的粮食亡产可以到 2万多公斤 2万多斤 2万多斤 1万多公斤 你会发现钱学生讲的是常识 这个讲的就更邪乎 更荒诞 更好玩 更可笑 为什么呀 因为钱学生他有一个重大的一个 一个科学的一个前提 他必须要依赖阳光 他说怎么说的呀 一定要是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 也就是说钱学生的粮食亡产1万公斤 他是建立在一个前提条件下的 就是太阳照耀大地 是吧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颠覆性的工作啊 颠覆性的创新呢已经去掉这个前提了 人类社会中国的科学家根本不需要太阳 太阳你给我滚一边去啊 我们有中国科学家 我们有习主席 我们有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我们就能搞定空气直接变馒头 直接直接抓一把空气我就可以 像孙悟空一吹啊 洗大布之后是吧 迅速又变成淀粉 就这么留什么阳光的小意思 什么雨水小意思 什么土地小意思 什么细胞小意思 你会发现非常的荒诞 但是很多人会真的信 你知道吗 我看了朋友圈里面 有些人去在转这个东西啊 很多平时还有点公共批评精神的人 哦 那科学无边界咯 那我们当然相信咯 是不是 这这这这 还有人说这是佛学的原理啊 这不各种各种好玩的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啊 我说实话我是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 哎呀 这就是中国 中国的荒诞远远比你想象的更更荒诞 但是有些个事情我们不想去嘲笑这些东西 因为他太荒诞了 以至于我们嘲笑都嘲笑不起劲了 没意思知道吧 但是有几点啊 我跟我的一些哥们聊天啊 他们就想说第一呢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整个中国都疯了 那为什么要要要要跑制这么一个所谓的空气变满头呢 是不是直接用空气变成淀粉 这么一个技术要搞一个新闻放出来的 是因为中国的粮食极为稀缺 现在很有可能马上要进入大饥荒 你知道吗 说这个现在中共啊 本来的外油储备就是不到两万 两万亿啊 大量的钱有一千多万亿 有一千多 有两万亿吗 有一千万 有一万亿都用来干什么 都用来买粮食 从巴西 从美国 从加拿大买粮食 买粮食在干嘛呢 你以为他会给中国的老百姓吃吗 不 他会给中国的公务员 中国的所谓的这个部队的人吃 因为他要武统台湾呢 因为他要跟美国人干呢 是不是 他会是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大量粮食被囤起来 第二就是什么呢 我昨天听到一个故事啊 就讲现在中国的农民呢 没钱 有 暂时有玉米吃 就讲了一个故事啊 就是说一个农民在这个街上卖这个玉米 卖了玉米以后呢 他有一个人跑过去买了几只 是吧 然后买完了 就负账了 就是说那个农民就问他 他说你外面那个皮儿 你要吗 他说我不要 那我跟你剥了吗 他说然后他就把这个皮儿就收起来了 然后他就特别奇怪 你为什么要这些皮儿呢 把玉米卖给我 然后皮儿你拿回去干嘛呢 他说吃啊 但难道你没有粮食吃吗 他说暂时有粮食吃 但是这个皮儿我们可以把它晒干 把它磨成粉 然后搅和搅和煮粥吃 知道吧 为什么呢 真实的玉米要去换钱 又没有钱了 知道吧 现在大量的玉米 大量的粮食都用了换钱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说明接下来很快就有可能粮食就 就产生严重的稀缺 所以有各个方面的问题 都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事实 中国的粮食极为短缺 它有个很多的原因 除了这个全世界的处在疫情状态 还有中国的农民 已经很多年轻的农民已经不种粮食 农业大减产 农民不赚钱 不赚钱他宁愿去城里打工 他都比在农村种田赚的多 他何必要种粮食呢 这是中国的农村的政策导致的 是中国的对农业的这个忽略导致的啊 所以我说我无数次 每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 都是关于三农问题 越是这样 说明中国农业的问题越多 最后一定会导致大饥荒 所以有一个哥们就是他就说 他说说你放心好了 我们看啊 他说你看钱学生当年写这篇文章 是在1958年的6月16号 那个时候大跃进刚刚开始了 58年嘛是吧 刚刚开始 然后接下来的三年就饿死人 从出现钱学生的这篇文章 到毛泽东周恩刘少奇 收到第一份从荷兰传来的电报 荷兰和四川传来的电报 说已经饿死人了 时间就是五个多月不到六个月 今天的情况稍微 我们就算了一下 稍微好一点 最多一年 今年是多少 今年今天是多少 是2021年9月9月底 你就记住这个时间 所以有哥们说 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秋天的时候 9月底的时候 中国一定会出现饿死人的状况 一定会那些农村的 这个偏远地区一定会没有 因为农民他有时候很傻的 因为我刚才说一个 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 农民他会把他的粮食去卖出去 卖出去干嘛呢 换钱 是吧 他不知道接下来有粮荒 你这时候是不应该去换钱 你应该把粮食存起来 这就是我为什么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 反复告诉中国的中小城市 大城市没事 上海北京 真的没什么事 共产党他在他他也保大城市 中小城市 尤其是农村 你家里一定要存粮 我们家在农村有亲戚的 在小城市县城 这种有亲戚的 一定跟他们讲个简单的常识 你要存粮食 你不要把粮食换成钱 因为关键的时候 你有钱没用的 你钱不能吃 但是你存的稻谷 你存的大米 你存的玉米 可以添肚子 不用吃树皮 不用吃观音土 你知道吧 所以专家分析啊 真的是一个专家 是个农业科学专家 我一个哥们儿 他说最多一年 满打满算一年 中国一定会出现 饿死人的情况 所以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 他就是各种 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 他有很多个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像整个中国都被 习包子完全带到一个 谎言的时代 人人都不敢说真话 人人都要为习近平歌功颂德 说你看 就叫什么呢 就是以前说黄河 要治理黄河嘛 有一个话叫黄河亲 那圣人出啊 现在就是什么呢 空气都可以变馒头了啊 中国有神级出现了 那接下来圣人就出现了 习近平就是一个当今的天子啊 就是圣人降临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戴习主席当皇上啊 他有这么一个东西 整个国家处在一个巨大的 这个马屁这么一个状态 巨大的谎言状态 接下来就饿死人了 真的是 所以我是叫做什么 吐血见义啊 真的 你在中国如果你没有出来 一定家里要存点粮食 一定要存点粮食 否则你真的很难看很难看 你真的你死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怎么死 再一次呼吁大家啊 一定要理解 在这个荒诞的新闻的背后 是惊心动魄的灾难 正在向中国人走来 我我都听到灾难来临的脚步声 咚咚枪咚咚枪 非常恐怖有力 这是一个常识 疫情之后一定会有饥荒 饥荒之后一定会有战争 你就记住这一点 包括当年的时候文革就是一场战争 文革之前就是饥荒 你知道吗 你明白吗 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圣经的话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常识 大家多多保重 这个消息对我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超级大 我天天跟大家说笑话 但是今天我真的说不起笑话 我觉得太沉重了 知道吗 谢谢大家